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又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我们今天谈谈介绍一下 苏东问题专家文一 他认为 国内认识过时期 并非盛世 而是危事 危险的危 苏联最终的土崩瓦解 不仅仅是普京的前车之鉴 这我说的 文一先生是从1979年 苏联入侵阿焕战争入手 认为阿焕战争 对苏联国家发展 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苏联人心的背向 对于普通苏联人来说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战争 而他们却要 肩负这场战争的沉重代价 送子女上战场 亲人的伤亡 家庭的不幸 生活的变故 苏联领导成了发达社会 主义生活水准 和普通人的地下生活水准 形成强烈对比 从而深化了阿富汗战争 带来的人民 对当局和社会性质的不信任 让苏联迅速的滑入了危机的边缘 在一般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过程中 伯利利润乎时期常被论述为是 赫鲁小乎时期之后一个中兴时期 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个盛世 这个论断由来显然是对赫鲁小乎修正主义的批判 密切相关 理由是 伯利利润乎终止了赫鲁小乎的种种反斯大林的措施 归乎了斯大林时期的政策 让苏联重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种论断的重要依据 就伯利利润乎实行了经济改革 搞了集体领导 制定了一部发达 或者叫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宪法 加强了苏共对国家生活的指导和领导 那么我知道作为这种盛世无一的标志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输出 赫鲁小乎的施政是一种改革 这种改革的指向并不是反对斯大林时期形成路线方针 而只是限于反对斯大林的大清洗 远远不知道背叛性质的全面截路 是要祈求潜藏着深刻危机的经济 重新获得发展的一个活力 文艺先生希望指出 而强调指出的是 伯利利润乎等人取赫鲁小乌而代之 不是路线斗争 更不是一种拥戴斯大林和批判斯大林的 水火不相容的斗争 总的来说 伯利利润乎时期并不具备 护刑斯大林路线的中兴的性质 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产出和输出 曾经造成 特鲁伯利利润乎执政最初几年的繁华 就是从1970年到1985年 苏联总输出石油的收入 每年高达160亿美元 但由于这些输出而获得大量的绿票 是被用来装满发达社会主义的门面 被用来去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被用来打阿富汗战争和去干涉他国的事务内政 而不是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 所以这种最初的繁华 是泡沫史 当时被西方记 不好意思 当时被西方记者认为是打了强心针的繁华 那么根据苏联的官方统计的资料 国民生产种子的增长率 66年到70年 达到了博利利河时期的最高点 就增长了7.8% 接着就每况愈下 到了76年到80年 降到7.4% 农业的增长率都降到了 从原来的3.9%降到了11.7% 农作物的增长率一直到最后的1.8% 这是国家有水分数字 包括苏联29个州区的广大黑土区的农业生产状况 非常的恶化 这样实际上的经济状况又走向了灾难 只不过人们把泡沫当成了实体 把回光返照判成了盛事 那么关于这一点来讲 在博利利河时期 有三千多万农村人口涌进的城市 城市人口激增 1979年 全国人口调查 城市居民占62% 但是这一方面的国家没有充分的准备 城市没有充分的准备 另一方面说明 农村人口急剧下降 到了1979年 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5.9% 农业生产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危机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钱 尤其是黄金储备 去国外购买国内急需的粮食 1976年 从一千多吨的黄金的储备中 动用了360多吨的黄金去购买粮食 1986年 从502吨的黄金储备动用了156吨 进口的粮食的比重逐年增加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博宁的那位时期的教育投资 低于二战前的水平 工资维持在不高的水平 而且大大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 十几年来出生率下降25% 死亡率上升15% 这怎么是个发达社会主义呢 体制的政治方面就麻烦了 很突出 第一 官僚阶层的人员大弧度增加 到了1979年 他们已经占总人口的6% 而且官僚阶层中 接党营私 官官相互 裙带之风盛行 第二 最高领导层 人员老化现象严重 65年到84年 大多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在政治局已经待了15年左右 在中央委员会任期到 10年的12年的中央委员 占绝大多数 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70岁左右 那个时候的 苏共的政治局会议 不得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 拎不住 三世领导层安于现状 不愿意改革 也不愿意真正的改革 稳定压倒一切 以发达社会主义套山 希望苏联得过且过天下太平 但是很奇怪 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 是用罕见的热情经历 先后入侵了杰克斯洛伐克 接着又入侵了 1968年杰克斯洛伐克 1979年阿富汗 阿富汗战争是侵略战争 大家都心知肚明 1979年3月17到19号 主要留党的表态是根据 科西金说 不能出兵 安德罗伯说 我们不能去冒这个风险 无论如何不能出兵阿富汗 葛罗米克说 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将成为侵略者 七里里的七尔连克说 如果我们出兵去打阿富汗人民 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 罪者难逃 伯涅令论会也是说 政治局委员确定 我们选择不该被脱落这种战争 是正确 但是最终 还是要打这场战争 啪啪的打 给自己找理去 这场战争一下去 其实就是对苏联有一个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苏联人心的背向 在伯利那会时期 不仅用武力 用军队干涉别国的内政 而且用武力干涉 其他社会主义党的事物 这个时期的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达到了苏联时期的最高点 那就是1969年 1970年两次的边界的冲突 那么这里面其实对 伯利那会时期的概述 文医先生认为至少可以说明几点 第一 伯利那会时期的苏联 已经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而且多方面表现出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性质 第二 伯利那会时期实际上给了苏联社会一个重击 它是苏联面临国内外全方位的危机 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失去了 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信念感 第三 伯利那会时期实际上成为苏联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不是转向发达和成熟的社会主义 而是转向了社会帝国主义 第四 实际上开始而着逐渐的深化了苏联的分崩离析的进程 促使国内的离心力的加速发展 第五 伯利那会的执政把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留给了下一个执政者 苏联如果要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要沿着个道路走下去应该怎么办 没有解答来不及 接任的三任哗哗的垮掉了 然后呢 哥巴敲鼓就上来 研究苏联的历史进程 离开了对这18年的伯利那会时期的深刻准确分析 是办不到 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和结论 离开了对18年的伯利那会时期的责任追究 也是办不到 当然 研究苏联解体最终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个人责任 而是要清理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的演变垮台的教训 伯利那会不仅是斯大林的继承者 也是他反对并推翻赫鲁小乎的继承者 所以就路线而言 这是一条由斯大林赫鲁小乎 伯利那会发展和变化路线 并非一处而就 极重难反也不是一日之寒 也就是说 伯鲁日护日护许涅护时期并非盛世 而是威士 苏联最终的土奔华解分崩离析 这不仅仅是普京的前车之见 这句话是有含义的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